各位,咱们继续打开我们的笔记啊 是不是文件标签啊,对不对 这一刻我们继续往下走,讲它的排版标签,讲排版标签 在讲排版标签之前呢,咱换一个编辑器啊 咱刚才是用的什么写的啊,直接用这个文本编辑写,对不对 咱换一个ID工具,叫啥? 接触过我们之前,接触过不带Mind的是吧 这你们都有吗?没有 没你Mind是吧 我那个中午,中午吧,下午吧,下午上课之前,我考给大家,行吗 你们装一下,这个东西其实跟你们基础班用的那个Index,对不对 差不多,只不过它那个插件多一些 而且它是收费的,知道吗?它是收费的 不过大家不用再讲,在中国然后 一切然后秒是一切不收费 一切不收费 那个发给大家那个软件大家按一下 啊,与此同时它有一个破解的工具,你知道吗? 破解的工具 在中国就有这么一帮人爱搞这个破解吗? 一个注册机,破解一下 按照它这个过程,一步一步的装,就没有问题 明白吧? OK 咱用这个,这是,我看啊,这有东西吗?把它干掉吧 把它干掉,一步一步的再来弄啊 干掉 OK 咱,是不是去见一个? 点Fill,New吧 OK 点F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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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电脑自己按的是不一致 是否要换成我电脑按的 我电脑自己按的是7 我不换啊 我不换 ok 在这地方对不对 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啊 这个rsc当中写什么 语言文 语言文就是诈文件对不对 诈文件在你学后面的时候 要写到这个地方 大家找到这个vroot 就代表你这个工程的 整个文件夹 我能打开之后 这些东西你别管 我现在说也跟你说不明白 等你后面去分配下 进入然后正式的外开发的时候 这些东西会给你们讲 会给你们讲 而且是重点 ok 我们在这地方 就把这些文件写在这就行 我们建个包了 Folder 建个包 建个啥呢 是基本标签啊 就写个基本标签 基本标签 然后右键 new一个什么 HML对不对 我new这个basic 我new最基本的 非加码少一些 右键 我们叫什么呢 台版标签是不是 台版标签 哎 有同学是中文是吧 老师够刺的 是吧 还给我整中文 我告诉你们 你们在台版中 别给我整中文啊 别整中文 我今天是讲课 写中文你们回去方便看啊 对不对 看是没有问题的 以后别 你们写代码别写中文啊 出去然后给我解释一下 说黑马 讲识太笋了 整中文 ok 这件事啊 打开它 一个最基本的 对不对 最基本的 ok 我们先讲排版标签 的第一个东西 第一个东西 它叫啥呢 它叫一个 这个东西 诸识 诶好像有好 好多东西懂的 它叫助识 它叫助识 它的语法格是啥样的 是不是叫这个啊 一个杠 就是 一个监控号 一个碳号 然后杠杠 然后用杠杠 再一个叫号 对不对 中间写什么 是不是写我们的助识的文本啊 对吧 助识的文本 诶 我笔记就写到这儿啊 我再尻到我们的笔记当中 说第一点是什么 助识表象 对不对 助识 我告诉大家 这个助识标签 它不支持千套啊 明白吗 你在这儿如果再写一个的话 杠杠杠杠杠 你看到吧 这儿变黑了 这样是不行的啊 你就知道助识标签是这样的就可以了 ok 那这个助识标签有什么作用 比那个杠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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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杠� 是不是将文字进行排版啊 你看报社排版是不是将文字进行排版对不对 这地方哎你看瞄这地方其实就是将文字进行一些排版 那我们是不是先写些文字啊 对吧然后对着文字进行一些格式的排版嘛 写文字写什么呢 校图诗可以吗 短小惊悍容易展示 写个 吃夜洗雨 吃夜洗月 吃夜洗 啊谁写的 我不认识 杜福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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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叫什么叫 好 与知识节啊 ok 当春乃发生是吧 随风前入夜 稍等 随风前入夜 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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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气吴声 还有吗 还有呢 野晶云聚黑 江川虎秃鸣 小白红枝树 华生景观腾 挺有雪的 小鱼本歌 OK啊 掌知识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 在哪呢 是不是我们要看一下这页面 我教大家 然后怎么快速的定位到这个页面 首先说 你这个页面是不是在这呢 对吧 点一下它 点住它 你看上面这有这个东西 叫OpenInInStore 这啥意思 打开文件夹就是这样 你点一下它 是不是在这 我双击一下 跟大家再说一下 有同学爱用就是 Minding in自带的那个 比如说IE还是什么的 对吧 自带那个 最好别用它 那个不行 最好别用它 最好别用它 最好我用什么 最好用火狐 然后火狐用完之后再用 IE测一下它的接通效 就OK了 火狐是特别强大的 长学院都用火狐 代表你专业不专业呢 还有没有 给我们视网你解一下 有专业 OK在这呢 哎 有了吗 有了 对吧 但是 但是 是不是跟我们格式不一样 对吧 刚才我们在解那个基本上说了 它的过程通过什么 通过BR对不对 我们就加BR Ctrl C V啊 V V啊 V OK了 我回到这边刷一下 没有问题是吧 没有问题 这其实就是我们讲到的第二个排断标签 叫什么 火狐标签啊 火狐标签 是不是就是BR BR OK 这个能明白吧 哎 能明白 没有什么说的 我们第一次往下走 讲到 在这地方 讲到它第三个标签 怎么做标签 它应该格式 P开头 P结尾 中间包包我们的什么 是个文本文字 包我们的文本文字 OK 那啥叫段呢 什么叫段啊 小学写过段什么 让你们分段了 段写过段上分几段 开头结尾 中间有什么 没写过段 你是那个小学弟 帮大家回家重建啊 课文比如说 最后可能课文最后一行都写着 然后背诵第二段到第五段 记得吧 这叫段 然后在ATM当中 这个段是啥样的 我再瞅眼啊 因为我这就是这个网 它没有开 我昨天晚上为大家存起一个网页 来瞅眼啊 看这个吧 那别的这个啊 好久好久是闲子啊 来看一下 认识是吧 是 我们看一下这啊 这是一段吗 是一段吗 这也是一段吗 是不是下来这也是一段 对不对 你看到有什么特点吗 前面有这个缩计是吧 对 段与段之间是哪个空行 对 对吧 OK 这个对 段之间的这个空行 其实是这个P标签的特点 P标签特点 我们回到这个地方 说一下特点 特点说 段与段 段 段与段 之间 什么 有空行 这就是它的特点 至于你们刚才说的前面有缩计 它这个P标签不能实现 你要通过一个叫什么 叫NBSP的这么一个 一个特殊字符给它望后 望后几 明白吧 望后几 OK 我们就看一下吧 在我们写这首诗上 我是不是得玩一下这个P标签啊 我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可以写个P啊 在这个地方 也得写个P标签 写个钢体关闭一下 OK吧 那大家预期一下 效果是什么样的 我们注意到这页面 应该是那个 最后一号 最后一号 在哪儿空行 是在这边 祝福 跟这好几支 联中外空行 对吧 在这个使用线 也跟人物系统商又空行 对吧 我是用这个P标签包裹的这三号 没办吧 OK 我们刷一下 抽一 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对不对 我再要扩展一下 至于刚才大家说的那个什么 这个空行啊 那个缩计啊 它其实用的是这个东西 叫 NBFT NBFT啊 其实这个是后边讲的 后边最后讲的 啊 大家有这个疑问 我觉得大家弄一下 是不是 记性会好一点 会好记住 是往后缩一点的 哎 它代表空格往后缩 OK 这个咱就 咱就不说呢 那在这个P标签当中 它有 它属于它的几个属性 属性 有哪些属性呢 咱就说一个在这 它代表什么 它代表对齐方式 助齐啊 对齐 对齐方式 是吧 对齐方式 那什么叫对齐方式啊 啊 它现在默认是在哪对齐的 向左 是不是靠近左边啊 我现在可以让它居中或居后一下 明白了啊 哎 我可以用这个 它的属性值包括哪些呢 左是什么 中间是什么 右是什么 OK 用指评都很好啊 它代表这三个 咱玩一下吧 这个P标签 咱让它现在 聚中一下 可以吧 可以 A1G啊 没错啊 上面说 上面说呢 CNTR也没错啊 对吧 你用后面的讲 对 你用后面的讲 啊 这这掌 不好意思 A L I C 对吧 这这 这对的吧 对啊 哎 咱们聚中一下吧 CNTR 叫Senter 对不对 聚中一下 OK 回到页面上 刷一下 走 是不是聚中啊 能提到一个排版的效果 对不对 你再看一首诗的时候 往往是不是 你题目跟这个什么之间 是不是有个横线啊 对吧 咱实现是横线 这就是我们要说的 然后第四个标签 它叫什么 它叫水平线 水 平线 然后标签 它语法格是啥呢 这叫H2 我这么写的 大家发现一个问题吗 它是不是一个空标签啊 是吧 功能比较单一 OK 我们CNTR C一下 把它放到哪 放到这个位置 就是这个名字 杜甫 跟夏日章 正文之间 我们刷一下 往前手里 是不是有它水平线啊 水平线这个地方 还为大家介绍 一个 几个 然后它的属性 它的属性 它报告哪些属性 首先你说这个水平线 它是不是有多长啊 这样 有长度啊 长度 外 它叫什么 长度 叫线多长 现在不是什么 是不是站你整个屏幕的 是吧 多长 它有什么 粗度 线多粗啊 明白吗 哎 它在叫粗度 粗度 它有什么 颜色 对不对 对吧 颜色 还有一个 颜色 对吧 最齐方式 代表最齐方式 OK 咱是把这个属性都给它演示一下 我告诉大家 我再次再插一句啊 就是 我在这讲的属性 都是一些它经常用的 或者比较有特点的 明白吧 这些属性不是特别全 当你然后 这些属性当你用到又不知道的时候 你怎么办 去查了 因为在 前方式 它的标签 一个标签的属性 可能有的达到十好几个 我们讲完之后 今天一天根本就不够用了 明白吧 就带着大家 带着大家 然后熟悉一下这个标签 如果 你看到时候不认识的怎么办 看 打开这地方 看看吧 哎 这比较慢啊 回头一会给大家放个快点 是不是这有一些简介啊 或者等等的一些标签啊 对吧 你在这地方就找 能找到人家标签的属性 明白吧 哎 我们把它关上 到我们的代码当中 哎 我们试一下这水平键吧 水平键在这呢 首先说 我先固定它的长度吧 多长呢 我在页面的50%可以吧 哎 它多粗呢 哎 50%不明白是吧 再怎 英里吧 比如说 10片 可以吧 然后 还有什么 什么色 就说红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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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熟吗 还是对齐方式吧 对齐方式 咱先不演示 咱们不写 它默认的 我们刷一下 看到吧 长度是50%吧 粗度多大 10啊 10片 对不对 红色什么要问题 对不对 我现在没写它的 然后对齐方式 它是不是在中间呢 虽然它默认这个地方在哪 中间就在 我现在让它 靠左 靠左一点是吧 对 是不是靠左呢 OK 这几个属性能会中吧 对吧 能会有没有问题 但是在这个地方 我还要插一点知识是什么呢 你这个 尺寸怎么写吧 对不对 这写的50% 这写的是PX 对不对 尺寸怎么写 尺寸的写法 尺寸 尺寸 对不对 PX 当你然后只写了10 不写PX 它默认就是什么 像素的写法 知道吗 比如在这个地方 我不写PX 我只写了10 它就效果是一样的 它默认是像素 OK吧 还有一个什么 是百分比吧 百分比是什么意思啊 百分比是我这个标签 占我这个副标签的百分比 明白吧 占它的百分比多少 就是占据 副标签 怎么百分比 比如说我就占50%呢 我就写50% 可以吧 那看我们这个 AX标签 占的谁是副标签 是BODY BODY说是不是 是不是整个 所以它占据是不是整个的50% 哎 我们看一下 这相数跟百分比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瞅一下 很变小 看啥 之前的是百分比吧 像素是百分比 百分比 你看这个什么效果 它是随着评估的变小 它也变小吧 就是它永远在那评估宽度的50%吧 你变小我也变小 你变长我也变长吧 是不是跟那猴子那什么似的 是吧 是吧 跟猴子那金库方似的 对吧 是这个 那现在我们把它改成什么 哎呀 把它改成像 改成像素 我们瞅一下 它就是固定的 改成 然后 200i pns 我刷一下 哎 现在我再把它变小一下 看着 它不动 动了 不动不动 没动吧 知道区别吗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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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在这有一个区别 什么区别 是不是百分比的会随着 费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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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哎 大小 进行 然后 变化 哎 那哥们说好 相对 绝对的 哎 像素就是绝对的 对不对 然后 百分比就是相对的 OK 这是我们什么 这是我们的 排版标签 排版标签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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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